就把局面呢,引上局面,对攻,这样的话在对攻的过程里头,它选择出谁高谁低,这样呢,双方斗着斗勇呢,是非常好看的,底下我们举一个2008年,电视快棋赛赵欣欣对赵国荣这盘棋,下面开始了啊, 红旗套二平五 黑旗套八平五 红旗马二进三 黑旗马八进七 红旗居一进一 黑旗居九平八 红旗居一平六 黑旗马二进三 红旗马八进七 黑旗 黑旗 珠三进一 红旗 居九进一 大家看现在是,双方啊,是斗顺炮红旗,双横居,对黑旗直居跳正马,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下法,红旗双横居啊,待命,准备啊,在必要的时候就进攻了,那么如果红旗不提左居,先进居六进五呢, 黑旗有个向山进一 你压马他拿居看,居居三看,也暂时攻不动的,这红旗先出个居九进一呢,看看对方的动向,再做决定 黑旗 黑旗 炮二平一 准备开出右锯来,牵着红旗,红旗,炮八进四 黑旗 珠七进一 红旗,炮八平七 黑旗,G八进六 现在的形势啊,开始趋于紧张,刚开始有点紧张的气味了,因为红旗的左炮进完以后啊,虽然能够达到压马的目的,但是红旗的右马又没根了,黑旗马上进左居,准备威胁他 红旗的,红旗的右马,那红旗怎么办呢?红旗,G六进七 黑旗,G八平七 红旗,G六平七 现在啊,局面才走了十个回合 但是呢,已经出现了对攻的局面 黑旗要抓马,红旗也要抓马 你吃我的马,我吃你的马 这样在开局里头啊,是很少见的 啊,才十个回合 那么现在就是说,黑旗需要考虑啊 怎么办,是去他的马呢,还是逃马 啊,黑旗有几种变化 我们可以分别演变一下 第一个变化,黑旗去马的变化 底下我们看一下 黑旗,G七进一,去马 红旗,G七退一,去马 黑旗,四四进五 因为这个红旗又炮打底下一架 早晚的补试 所以他先补试看看红旗怎么走 这个红旗还是要吃 红旗,炮旗进三 打向 黑旗,马旗进六 红旗,冰旗进一 对兵,防止他马六进四 防止他马六就是摇马 黑旗,马六进五,去兵 红旗,马旗进五 黑旗,炮五进四 打将 那么红旗呢,也跟他对攻起来了 红旗,炮五进四,也打将 黑旗,向旗进五 红旗,G九平四 这样的话就是说 暗藏着炮旗平四打四 马上就占优了 黑旗虽然有个空投炮 但是没有旗者可以抽 你G七平五这样的四四进五 你没有可抽的 所以啊,虽然空投炮 也没什么用处 这是第一个变化 红旗占优 咱们回到刚才呢 那我们从头看 看个第二个变化 先从头开始 看 G九平八 G平六 马二进三 马八进七 G三进一 G九进一 炮二平一 炮八进四 竹梯进一 炮八平七 G八进六 好了,现在回到 刚才那个局面 就是第一种变化 就是G七进一 炮八平一 那么还有一种变化 就是 马三退五 这个变化 还有变化是马三退五 上面我们演员一下 黑旗马三退五 红旗G九平六 G九平六 准备啊 进那个向眼了 G六进去 进向眼以后 炮七进三 打向 所以这部旗很厉害了 憋着它这个 窝心马 所以黑旗呢 得把那个编炮 挪一挪 这向 找到向的出路 黑旗炮一平二 红旗G七平六 他就不找G六进去 找G七平六了 就为了以后啊 两个G来 拼它这个四 黑旗向三进一 红旗后G进六 黑旗炮二进六 红旗四六进五 这个就准备啊 出帅了 因为黑旗就 窝心马没地方去 还有一出帅啊 黑旗就 就死旗了 所以黑旗怎么办呢 只能是 黑旗G一平三 红旗 帅五平六 黑旗 炮了退八 它只能用G炮 来保这个式了 但是呢 也不行了 红旗后G平七 硬要吃这个G 又用炮打 黑旗丢G 而且这盘旗也 也很快要输掉了 所以这样 这个变化 是不成立的 我们回到 刚才那个局面 什么时候 啊 啊 啊 什么时候 我把评论 马二进三 马八进七 G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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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G平六 马二进三 马八进七 主不三进一 G九进一 炮二等一 炮八进四 主不七进一 炮八等七 G八进六 G六进七 好了 现在回到 刚才的局面 就是说 第一个变化 G进一 是不好的 黑旗呢 属于被动热势 第二个变化 马三退五 也不好 红旗能胜 所以只能走啊 就本局 这个实际的走法 等于实际走法 就是赵国荣走法 马七退五 黑旗马七退五 红旗 G九平六 G九平六 就准备G六进七 背向眼 来吃它这个 药马 三路马 所以这部旗也很凶 但是黑旗已经 有准备了 红旗 黑旗怎么办呢 黑旗啊 要是G七进一 吃马 肯定要吃亏的 它G六进七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黑旗能不能 走G一进一 来对G呢 我们演变一下 这个变化 这样可以避免啊 红旗 G六进七 这部旗 先演变第一个变化 黑旗走 G七进一 这个变化 红旗 G六进七 黑旗 炮五平旗 要这个右马呢 没地方去了 黑右马呢 死的 红旗 G七退一 吃马 黑旗 炮旗 退一 打狗 打狗 要 左居的话 他的红旗 要丢掉G了 这个 所以红旗 炮五进四 红旗 炮五进四 黑旗 向旗 进五 黑旗 不能跳马 只能飞向 红旗 在这种情况下 红旗 又有 妙旗 攻杀 红旗 G七 平五 弃 鞠 准备 居五进一 杀 黑旗只能走 炮七 平四 吃居 黑旗 红旗 炮五 平三 炮五 平三 不是 炮五 平三 这不是为了打击 而是为了下底 沉底 门宫杀 黑旗没有救 下底 门宫杀 没有救 所以这步旗呢 就是 黑旗不能去马 回到刚才地方 炮二 炮二 平五 炮八平五 马尽三 马尾七 G平 G第一 G九平八 G平六 马尽三 马尽三 马尾七 G三 进一 G主进一 炮二 平一 炮八 进一 炮八 主体进一 炮八 平七 炮八 O G六 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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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 remote 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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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G6平7 黑旗7平5 红旗G9平6 黑旗 炮5平9 黑旗炮5平9 他不敢吃马看他眼边 不能吃马 所以他先平炮 准备退炮打狙 而且还是打能打死狙 所以你要G6进气 他也是退炮打双狙 红旗G6进气 这个很凶啊 红旗虽然眼看着 他打双狙也得往前进 这盘旗说明 双方对攻非常激烈 这是布局的一个新特点 如果你要害怕了 就不好迎旗了 这是目前呢 对局的一个特点 黑旗 炮9退一 红旗 G7退一 黑旗 炮9平4 红旗 炮5进4 这一打将啊 红旗 7 7一个G等于 可以打将呢 可以获得一些优势 黑旗这个马 不好跳了 他要是 马5进4的话呢 红旗G7平5一将 G5平9一将 这样 这样黑旗不太好 所以黑旗呢 走了马5进7 意思就是说 你要是G7平5将 他炮4平5一 一挡你 你G5平9吃炮呢 他马7进5吃你 炮 你再吃G 他再跳马过来 这没关系了 黑旗就 双方子力一样了 黑旗不吃亏 所以他马5进7 黑红旗 G7平3 吃马 先把马吃了 吃完以后 还有抽僵的旗 还有抽僵的旗 所以黑旗呢 剑武进一 红旗 马3退5 通过这么一系列的 双方较量 紧张的搏斗 红旗 这个马 还还还活着 黑旗不敢吃 他回来了 现在不能让他吃马 双方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红旗 只有一个G了 虽然是对攻 但是只有一个G了 那么黑旗的右G还没出来 也就是说 双方都有对攻机会 黑旗 G1平2 红旗 G3平6 这步旗 这步旗准备炮旗进入江 所以黑旗给 潮炮 黑旗炮4平1 红旗 马5进6 大家看目前 双方对攻 要进入一个阶段了 就是说 黑旗要双G 双炮 红旗呢 G双马 双炮 但是呢 各有利弊 因为红旗的 这个 这俩炮 目前虽然是空头炮 但是黑旗 老将都上来了 暂时没有杀旗 所以黑旗 红旗 必须要靠这个 窩心马 跳出来 多一个马的力量 有攻势 黑旗 G7平6 先守一步 他考虑 老将得快将 以后 红旗要炮 5退2 他要快将 在这种局面下 红旗啊 走了一步软招 走了一步软招 他走了个捕士 我们先不看这步旗啊 走了一步捕士 这步旗是比较软的 因为捕士以后 黑旗退居 就守住这个 山路族了 红旗叫 马不容易过去了 那么这步旗 红旗应该走什么旗呢 红旗应该走 马六进旗 吃族就对了 不用走 应该走这个 马六进旗 吃族以后啊 这个这番旗 还有很大的攻势 但是他 当他脑子里 总想到 帕五退二这步旗 帕五退二 在马六进五 从这进攻 但没想到啊 他是马六进五 一将 马五进三 一将就有攻势了 但是呢 没想到啊 黑旗啊 红旗呢 走了四四进五 这步旗软招 应该马六进旗 那么红 黑旗 拘六退二 好旗 守住了 红马 守住红马 红旗 炮五退二 还按原计划走 但是没想到 你马六进五一将 人家垮将 你马五进不了三了 也就是说 这马不好发挥作用了 黑旗 全炮进四 炮打边走 前炮进四 黑旗这步旗走得很紧凑 不怕他跳中马江 你跳中马江啊 他他他快将了 可以拦 红旗 马六进五 黑旗 降五平六 红旗 这个马没地方去了 马 G六退二 红旗 G六退二 黑旗 前炮退二 好旗 退炮一打双 这样的话呢 他跳 红旗跳马一将 他飞向了 这个G是有根的 这是红旗原来没想 没想到的 也就说明啊 在紧张的 对攻激烈的过程里头啊 往往容易 看 看错了一步旗 如果红旗刚才马六进鸡吃足的话呢 还有很多变化 因为他G六退二 你可以定期进一看马 那么再退炮啊 这个变化是完全不同的 他选择了炮 炮五退二 马六进五 这个变化以后啊 这个马没有没有没有进路了 那目前怎么办呢 目前只能走 红旗 马五进六 只能这个将了 黑旗 向山进五 大家看 这个马没有进路了 也就黑旗的老将出来以后 已经进了安全的地带 红旗 G六进一 那么目前来说啊 黑旗 渡过了第一个难关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本来黑旗是好走的 但是在当时很激烈的对攻里头 走旗比较快的情况下呢 黑旗太高兴了 本来应该走四六进五 赶他一架马 他这个马只能马六退八 你在G二进来顶他这个马 要不能出马 出马他炮去进来将你抽G了 顶着这个马以后 红旗就没有什么进攻力量了 红旗只要这个马用不上 G双炮暂时也用不上 只要红旗进攻的力量受阻以后 黑旗就慢慢可以反击了 可能当时黑旗啊 低估了自己局势的危险性 以为没事了 黑旗又走了一步错招 黑旗G二进七 这步错招 应该走四六进五这般提黑旗占优的 结果在这个紧急关头啊 在对攻的急的情况下 黑旗没有顾到那么多 走了一步错旗 红旗 炮旗进二 好旗 先用炮 控制他 不能知识了 那么黑旗就难下了 好旗 好旗 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古谱梅花谱的话 大家可能记得 在梅花谱第一盘旗里头就有这种类似的局面了 哦 黑旗G二平山去马 这步旗也是走错的 他应该退居还好一些 退居看马 是G二退伍 背着他的马 管他的马 这般旗还能下 这步又是错旗 在对局 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黑旗连走错两步错旗 那么这是很正常的 红旗 G六平二 好旗 G六平二 马上进入沙旗 为什么呢 他G二进入一江 黑旗降入进一 他马六进五一江 四六进五 G二退一再一江就杀 他演示一下 四六进五 G二退一会 G二平四一江就杀了 那回到刚才 所以走了G六平二以后 这盘旗已经定局了 也就是和梅花谱谱谱 第一盘第一局 一平风马破大闹炮里头 那个杀局啊是非常吻合的 那么走了这步以后 黑旗已经很难下了 黑旗怎么办呢 黑旗后抛退一 管他这个马位 不叫他这个马往这跳 红旗 红旗G二进二 黑旗降六进一 现在马不能跳了也不要紧 红旗超旗退一 红旗准备马六退五 到了马六进五 双江上 红黑旗没有挽救 所以到这儿 黑旗赵国龙认输 这是一盘旗 这盘旗对攻 双方对攻 非常激烈 打一开始 第十回合开始 就进入紧张状态 就进入紧张状态